在风和日丽的熊猫园中,成长着七只活泼可爱的滚滚,它们虽然不是亲生的兄弟姐妹,但因为一样的年龄聚在了一起,随着熊猫频道的开播,它们带领大家开始认识到熊猫这个大家族,也留给了饭团们最初的最美好的记忆。 大家一天天见证了这七只滚滚的成长,并亲切地把它们称作七小。 今年夏天,幼年熊猫园中空降了一个大块头,只要这个大块头出现的地方,就总是有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发生。 这位巨无霸先生,更是荣幸地与小乔姑娘一起,被粉丝们称为大肥王和大肥王妃,还被评为了熊猫基地史上最有重要的情侣组合。 这位个头大,心似却软绵绵绵的暖男,就是思依。 他,也是我是熊猫七小系列,介绍的最后一只大熊猫。 呃,大家好,我是思依,别看我是个大块头,我可有大智慧呢。 我是思源妈妈的第一个孩子,所以起名叫做思依。 以前啊,我和我青梅猪猫的小乔姑娘一直住在一块,所以我和小乔姑娘关系特别的好。 她和圆润也是为数不多,我心甘情愿被她们欺负的熊猫。 呃,虽然被女生欺负很丢人,但是,但是男生不多应该让着女生吗? 刚来到幼年园啊,我突然认识了好多的小伙伴,一开始感到陌生,后来妈妈告诉我,要主动和大家交朋友。 于是,成对就成为了我第一个要交的朋友,可是,我每次献上我的拥抱,她都躲着我,为什么呢? 听其他小伙伴说,成对可是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啊,可是我每次跟她打招呼,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突然变得好温柔啊。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 我和奥利奥关系也非常要好,我们时常比赛,看谁吃得多,长得快。 之前,她是园区有名的巴顿将军,直到看到我后,她突然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,吃得更多了。 没事,要老爱找我玩相铺,哎,慢慢的,我也对付不了她了。 在纷纷扰扰的幼年园里,我这个年纪小却个头大的弟弟,其实受到了很多别雄的照顾。 虽然他们看起来总是不喜欢我爱的爸爸,可是心里一点都没嫌弃过我,依然把我当成小弟弟一样照顾。 我呢,也不想做霸主,做榜样,只想做一个爱的小天使,每天都能把咩咩的爱意传递给大家。 嘿,你们喜欢我这个温柔,低调,懂礼貌的大块头吗?